好,下一套了,下一套是什麼呢? 下一套,名字非常吸引或者很特別 但下一套可能會有別的東西來的 那這套是什麼呢?這套就叫戰國鬼才傳 原作就是山田芳樹,是NHK今季大長篇的動畫歷史劇 又不是大學劇,變成歷史教系列 但它就比較有別於日劇方面的動畫 或者是動畫方面的一些歷史系列 它就不會是一個很主流大家熟知的日本歷史人物 當然它說的叫戰國,也不會是很熟悉的戰國人物 但是有關係的 那它要說的主角呢?這個什麼什麼左戒 古田左戒 古田左戒就是積田信長的手下 就是天下暴墓的積田信長 小小的左戒 他是一個全靈的人 千頂是全靈,但他官位不高 小小的也就是 那他就... 算是一個品茶家 他職業是品茶家 我選這個 那他就怎樣在這個亂世中 用他的智慧和聖言信長的打交道 其實感覺上是挺圓的 好像是品茶 可以說幫戰國的亂世 或者可以為天下暴墓的天魔王 有另一番的點絕 或者另一個角度 從他去佈下 這個角度去側寫他 去表現他的關係 當然是真正的主角 當然是剛才那位茶控 古田左戒 他一方面喜好茶具 見到一些茶具就發光 眼睛大了 好像聶Sir寶物 但一方面他又煩惱 自己沒有什麼官位 自己濕入不高 也養不到妻 很煩惱 想做一個唐正的武士 正常說 見到日日要敗家 又要嘟嘟嘟嘟嘟 就差不多了 那陪梅在他心理爭執關口中 在亂世之中 他如何生存 或決定將來 當然 用一定程度的對手器 就是所謂的猴子 雨柴秀吉 日後的風神秀吉 可以說 一個很急功引力的 算不算是 或者現實向的雨柴秀吉 對著這個 可以說 又沒有說淡薄明利 但是 一個比較查到行業的人士 在職員信仰手下 他們倆的互動 或者可以說 對立 都可以算是 造成出來的一些關係 即是你要第一集 都很明顯 即是之前信仰吉 打仗 然後雨柴秀吉 就很醒目 帶邊偷襲衝衝過去 但古田莊人 就是 關於茶壺 是 要追個茶壺 這樣也是 這個有問 反而打仗給人家的重點 劇中 又用了一些比較誇張的表情 語言手法 即是沒有失動畫 可以這樣玩 即是NCN大學劇 你不能這樣玩 但動畫可以這樣玩 但又可以特殊到兩個人 不同 即是在同一件事裏面 兩個人不同的處事方式 可以看到有多有趣的 還有我禁止那個字幕組 好像是用文言文來譯的 沒有有趣 因為那個字幕組 開文名也無所謂的 好像幻英 我不是很記得是不是 其實他一向會做一些 日本那邊的歷史節目的字幕 都會有 所以 挺破格的 因為他裏面說的 就不是說回 當時日本的 可能說一些 古語 或者文言文 簡單說中文 他就不是的 他都用回正常的 日常看 但是呢 節目組方面 就把他變成 中國的文言文 聽起來 聽起來 就變了一番風味 文咒咒 這個選擇是不錯的 推介效果可以 我不是這個節目組 歷史比較喜歡的朋友 或者另外一類的動畫 其實你可以 都期待在這裏作品 那我們去下一部